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史今天联合国魏赛节庆祝活动 此季受邀参加佛法生活化的行动受到了肯定 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收看网络直播的朋友们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今晚头条新闻要关心的是台中市 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场高楼大火 原本一家四口可以顺利逃生 最后却发生了两死两伤的重大意外 我们来看这一起火警发生在台中市 今天清晨原本55岁的屋主跟他的太太都已经逃出来了 可是这个屋主听见女儿在房子里叫喊 于是不顾危险冲回火场救人 最后导致他跟女儿双双不幸的都逃生不及而罹难 两个人被发现的时候 父女两人是紧紧相拥躲在浴室里头 专家就提醒了 火灾发生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躲在浴室 另外不能搭乘电梯 不要收拾财物必须立刻逃生 另外有三件事情要做 第一就是把门关起来 并且想办法阻隔空气流通 例如在门缝的地方要用毛巾把它给堵住 其次就是要大声呼救 尽快逃生才能在火灾中确保安全 一接获意外消息 慈激之工前往医院关怀屋主受伤的儿子 台中瑞联天地大楼凌晨火警 一家四口母子获救父女双亡 邻居也有两人呛伤 八楼的浴室里走到了一男一女 是家人的关系 游行屋主与女儿两人被发现时 仍紧紧抱着 儿子是从窗户那边的阳台 由我们的消防队云梯车救下 然后爸爸听到妹妹在叫 有空就冲回去救女儿就没出来 消防队表示火警师躲在浴室非常危险 浴室的门呢 它是一个塑胶门的材料 遇到浓烟它会产生变形 然后进而会让浓烟跟火蛇 会窜入到浴室这个空间 火警逃生原则 随手关门阻绝浓烟 不躲浴室 不搭电梯 往下往外逃 如果打开 这个防火门发现 这个楼梯间都是烟 请你关上门 退回到你本来的那个房间 关上大门 每关一道门都可以去减缓火烟 它所蔓延的速度 记住逃生原则 能增加火警时存火几率 大爱新闻张国段 李月威 台中报道 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普利兹奖今天公布得奖名单了 今年跟战争相关的报道 获得了许多的肯定 另外评审团特别颁发一个 叫做特别包养奖 来感谢所有挺在加萨最前线 为人类报带来真实报道的记者团 路透社获得三个摄影奖 第一个是这位妈妈抱着她的侄女 另外一位是男子在空袭之后悲伤的抚摸尸体 还有在废墟当中惊恐的孩儿 这些穿透人心的照片 让路透社获得了普利兹的突发新闻奖 另外普利兹奖今年也把特别包养奖 颁发给所有在加萨走廊最前线 报道以哈战火的记者团 感谢他们用镜头用文笔书写 为人类留下历史见证 好至于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一场战火 什么时候能够停歇 是人现在都不敢说定 法国总统马克宏唯一期待是奥运期间 今年夏天体育盛会登场的时候 不管是以哈之间或者俄乌战监之间 能够暂时停火 但是横更在眼前的是加萨走廊 现在另一场悲剧又发生了 因为有超过10万人已经接到紧急撤离令 他们必须吸迦带卷立刻逃亡 但是逃到哪里实在没有人敢说 这10万人就是原本住在拉法东部城市 这个地方大概有30平方公里 已经几近10万人 大多是从北加萨一路撤退往南部逃 但是现在以色列表示他们即将对这里发动攻击 所以要求这10万人立刻往北部移动 包含了甘尤尼斯跟马瓦西 是以色列所建议的两个城市 但是联合国的官员告诉大家 这两个黄灯区的城市 现在早就挤满人潮 再也容纳不下任何人了 以哈之间的战事看起来没有终点 因为双方对于停火是毫无共识 以色列只答应战事停火 哈马斯要求是永远停止战争 双方之间没有共识 就让这一场战火到底延续到什么时候 没有人知道 现实有时比戏剧更不可思议 同一时空 同一事件 两种表述 这是一场误会吗 哈马斯宣布接受停火协议的同时 加萨走廊再度上演大逃亡 法新社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化为动画 红色像星火燎原的地方 代表加萨建筑超过七成被毁 饥荒正从北部往南蔓延 尤其是地区域的地方 尤其是地区域的地方 包含生命还有所有生态系统 人类所有珍贵的资产 都不应该因为任何理由而被消失 这个画面我们看到 必须再看它一眼 因为也许再过不久 它要消失在我们面前了 它是占地1万公顷 全世界最大的红树林 叫做逊德班斯国家公园 它分属于印度跟孟加拉 两个国家共同拥有 分别在1987跟1997年 它分别入选为联合国的 世界文化遗产 可见得它的珍贵 而且这一块大面积的红树林 孕育了许多珍贵的人跟动物 在人口方面 这里住了300万人 多半是孟加拉的原住民 只不过它们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生活上是比较贫穷的 至于动物来说 它是孟加拉虎 伊核海豚 还有印度蟒蛇的重要栖息地 换言之 如果这一片红树林消失了 这些动物的生存也岌岌可危 这几年为什么它逐渐消失呢 第一个原因 当然是跟切获变迁有关 此刻它就正饱受高温跟灵火的吞噬 一寸一寸的让红树林消失中 另外这个地方也是每一年的气旋所经之处 加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土壤炎化 再再都让红树林的生存遭到威胁 而且在这座国家公园里头 已经新建了一座燃煤发电厂 长期以来燃煤发电所产生的耗水 或者是碳灰以及它的二氧化碳排放 造成的酸雨等等都对红树林的生存 带来威胁 强劲水柱瞄准持续闷烧的红树林 一场大火吞噬了世界自然遗产 逊德班斯保护区的森林 消防员和村民被召集来 齐心扑灭大火 透过裁灭余境以消除焖烧的树叶 并加挖沟渠防止火势蔓延 孟加拉经历了严重热浪 与四天的烈火之后 当局六号表示 红树林火势终于已受到控制 记者前往火场连线报导 位于印度与孟加拉边境的 逊德班斯国家公园 孟加拉雨为美丽的森林 被当地人视为金色土地 拥有享誉世界的巨大红树林三角洲 面积超过一万平方公里 大约是台湾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规模最大的世界遗产 出动直升机从空中洒水降温 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提出过警告 逊德班斯因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 最快在未来的十五年到二十五年内 会完全沉入海中 其中隶属于印度籍孟加拉 约两百多个岛屿会消失 两国更将有十三万人无家可归 成为名符其实的气候难民 这片森林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红树林 也是濒临灭绝的孟加拉虎最重要的气息地之一 还有恒河屯和咸水鳄鱼等 当局仍在统计灾情 大爱新闻五贵真编译 这世间战火也好 或者是天然气候带来的挑战也好 都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威胁 我们更应该要虔诚地向天祈祷 这画面我们看到的是印尼的禁思堂 印尼虽然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度 但是慈祭志工的人数也非常的多 最近呢 适逢佛誕节即将要到来了 印尼禁思堂举办了一场庄严的潮山圣典 天还没亮就有两百多人共同来祈祷 小朋友第一次参加很累 但是心里却欢喜 他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印尼禁思堂来潮山 大家三步一跪拜 念念前程 都是希望为这个世界送上祝福的心意 新生儿的降临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 都是喜事一桩 可是台中却发生这样的故事 由于生产过程发生了意外 导致于妈妈跟宝宝都成了植物人 画面当中我们带您认识这个孩子 他的名字叫做梵梵 他住在家户病房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他无法言语 也无法顺利跟一般孩子一样长大 可是呢 照顾他的护士阿姨 却经常为他理头发 常常为他剪指甲 每一天都会跟他说说话 负责照顾他的主治医师 台中慈激医院的小儿科主任 林敏俊说 有些孩子意识也许不清楚了 但是我们能为他多做一点事情 或者每天跟他说说话 都是对幼小生命的一份尊重 今天的ICUICU专题报导 要带您看来自家户病房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命运乖传 却得遇到贵人的植物人宝宝 返凡的故事 阿凡 睡觉时间到了 要睡觉了 凡凡上面还有哥哥姐姐 还有三个 所以爸爸一个人 就是要扛起这所有的一个 来请个六分头 让你舒服 舒服一点 爸爸长得很快吗 对啊 你上次把他剪什么时候 过年前 我们楼下有理法部 我们可以请理法部 但是我们有考虑到 可能爸爸家里 就是家里经济的状况 那多花那一次钱 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帮他做的 我们就会帮他做 妈 脚脚太长了 我再帮你剪一下指甲 因为他的肢体 他都会往内握 如果太长的话 其实他的指甲 都会掐到自己里面的手心的肉 指甲几乎每周 都需要帮他剪 好了啦 很生气喔 即便有些孩子 其实意识已经不清楚了 但是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还是会希望就是说 多跟他讲一点话 其实这个都是对一个幼小生命的一个尊重 每个家庭都很期待的宝宝的出生 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可逆的 其实这个宝宝他是一个就是可能先天性的 是他没有办法回家 我们也想尽办法说 如果妈妈来会课的时候 可以尽可能地可以摸摸他 抱抱他 爸爸也有参与过他的一个洗澡 就是让爸爸妈妈一起参与一些照顾过程 每次来看他的时候 穿的都是一样是病人服 所以他觉得很不舍 想要换上他们自己的衣服 小朋友到最后走了嘛 他把他所有穿过的衣服拆开来 又把他车缝一件被子 妈妈就说这样他可以一直闻到那小朋友的味道 我们去帮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让家人会觉得就是说 他的孩子好像就跟其他人 可能会有一个片刻就是说 会觉得说啊 华夫他就是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嘛 快点回家了 宝贝呀 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人世间都是有他的使命的 画面中这位男孩他的名字叫做王家云 他是泰国人 曾经年少叛逆 他年纪轻轻就开始吸毒了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他的妈妈经常受到爸爸的家暴 他心想他应该要好好来保护妈妈 于是他决定断除过往不好的习性 还专程打工存钱 从泰国来到台湾念书 现在他要用自己的成熟懂事 来弥补过往对妈妈的不孝顺 我以前是一位很坏的孩子 有赌博啊抽烟喝酒啊 每次啊我做坏事 他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就是给我自己改变 没有打啊没有骂这样 MMV就是2005 11月13号 前是我妈妈最痛苦的生活下来的 年少轻狂留下的印记 他想到母难日 叛逆的荒唐不枉 直到目睹这一刻 有一次我爸爸打了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就哭 对我们兄弟说 你看爸爸现在是怎么样 你们要像他一样吗 我自己想就是 现在我就做什么 现在我有感恩吗 远离坏朋友 19岁的王嘉宇努力打工赚钱 来台求学 那时候我刚才的时候 是八个人推荐 其实来台湾也是好的 因为在那边也是很难断 那些毒品或那个不好的习惯 我奶奶给我的 这是像保护 护身符 当我去想象他过去的时候 到现在完全真的是天壤之别 再经过大概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开始慢慢感觉到 他对班级的融合 在这里也是很想家人 我想很多的时候 我就会画画 三年级别就应该回国 开一家小小的采访店 给妈妈做 来大家一起跟妈妈说好 OKOK 来我帮妈妈 对不起 我错过路了 现在我改变了自己香港 大爱新闻里加新陈立伟 高雄报道 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 自己到了95岁会是什么样子呢 画面中这位秋莹阿嬷 今年刚好95 这个照片是她正在练书法 除了写书法以外的时间 她其实都是坐不住的 不断做环保 而且自己还耕耘一大母的菜园 常常收成就跟别人分享 阿嬷说自己高龄长寿又健康的秘诀 是如素八分宝天天动一动 一手拿宝特瓶 一手拿剪刀 拆掉瓶盖环 动作迅速利落 看不出来志工周蔡秋莹 已经95岁 第一个是保护地球的 第二个是心体健康的 运动心体健康的 已经往生的先生 过去是国小老师 因此大家都尊称 周蔡秋莹师母 走入慈祭二十多年 不论是九二一地震 大爱屋工程 或是静思竹萱的心建 都有她的身影 我起来瓦了 粗重工作难不倒周蔡秋莹 她到八十岁时还在务农 自家庭院也栽种了一整片菜园 拿起锄头挖姜黄 体力跟年轻人没两样 这个是南疆啦 我就做不住啦 做不住我什么都种 先生是老师 周蔡秋莹只有国小毕业 却很爱写书法自愚 吃素二十多年 加上多动多做环保 就是她的养生秘诀 尝试什么 我是没想到 我只是说爱干净 说话爽朗 精神饱满 周蔡秋莹 日日欢喜 时时复出 大爱新闻 张国丹 刘伯明 台中报道 台湾有六万多名 脊髓损伤的病友 他们虽然坐在轮椅上 很多人却有着 决然的艺术天分 花莲慈祭医院 平常除了照顾病友的 身心健康之外 最近还替他们 举办了艺术展 从绘画到亲手做的 手工艺品 都是希望大家 看见他们的才华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一场意脉 能够为他们的经济自主 卖出成功的第一步 集水商友 陈坤红 因为车祸而瘫痪 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靠着家人陪伴走出阴霾 在画作中 他长出了隐形的翅膀 飞向梦想的高山 我这样的爱人家人 我从隐形放弃自己 所以我这个家人 但我学会有放弃 慈激动虚脊水损伤 医疗重建中心 邀请十一位 从事艺术创作的商友们 在画链慈激医院开展 每一件作品背后 都有一段 不像命运低头的故事 一开始会写画 就是因为我看到 别人的画很漂亮 我很羡慕 画画好让我自己 在心灵上可以很平静 他们这些都是个人 自己做的 除了绘画 还有用铝线编织的 造景盆栽 现场意买作品 给商友们实质的鼓励 实际刚好有邀请我们 金鱼艺术班的作品的餐长 然后可以顺便让我们 推广这项手工艺 这份关怀能够传递到商友手上 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面 能够给商友们 带来更多的资源 能够让他们独立自主 勇敢自立 克服生命的挑战 为社会带来正向的力量 戴新闻范吕钊 黄瑞娟 刘洪志 花联报导 为了环保永续 全球都在推动 大家要自备环保餐具 或者是所有的餐具 都要进入可回收的绿色循环 现在杜拜就有企业宣称 他们研发出了 整支的这个餐具 都是用麦杆所做成的 标榜的是一套餐具 至少可以重复使用五年 而且埋进土里 可以自然分解 这个餐具里头有一些种子 还可以种出蔬果花卉 而且宣称它的价格 是非常亲民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餐具 就是来自于杜拜所研发的 只要在使用完毕之后 把它插进土里 餐具末端的种子 就会慢慢的发芽茁壮 不论是开花 或者长出一些蔬菜水果 都是指日可待的 这个餐具呢 它是用非常亲民的价格 目前正在推广当中 除了希望大家使用 自己的环保餐具之外 万一你真的忘了带 将来可以慢慢的 用这样的餐具 来取代一次性的 尤其是塑胶制品 对于环境永续 还有对于爱护大自然来说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尽一份心力 北部地区明天要降温了 降雨几率也会稍微增加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 丽比秀 气象看大海陪您聊天气 我是碧秀 今天环境渐渐转为东北风 气温会不会有变化呢 来看这张图表 我清楚出现这个箭头 高温和低温平均都会下降一些 虽然明后两天 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但是要说到凉感 大约只有苗栗以北以及宜兰 早晚会明显一些 大约是20度上下 那么中南部白天还是会有30度 我们从地面天气图来看 这道封面会停留在华南 而北方的高压正在南下 明天会带来一些凉空气 那么至于台湾环境的水气 今天晚上有云系从海峡移入 所以明天会下雨的话 主要是各地山区 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都很零星 偶尔有短暂震雨 而后天5月9号水气更减少了 全台主要是多云稻晴 只有花冬有零星雨 至于在母亲节天气好不好呢 星期五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会逐渐回升 礼拜天以前白天温度 可以达到30度以上 而下个礼拜一开始 风面影响 天气才会转去不稳定 生活follow me小丁尼要来告诉您 早晚有机会在户外活动的朋友 还有骑车的朋友 礼拜三礼拜四早出晚归的时间 可以穿个薄外套 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所以会觉得凉 那么明天水气比较多 各地山区还有东部朋友 外出的时候雨具备用 那么东北风可能夹带 环境污染物影响到台湾 各地空气品质 普通到橘色提醒等级 那么在母亲节当天 虽然会有封面逐渐接近 但目前看来白天还是暖热闷 那么到下礼拜一天气 才会开始转为不稳定 我们接着来看明天详细的数据 我们接着来看明天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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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今天 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 慈悸历史足迹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2012年 联合国举办魏赛节的庆祝活动 首度邀请慈悸参加 慈悸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 受邀参与的NGO团体 表彰的是慈悸志工 对于推动佛法在人间的努力 慈悸两个字 在梵语当中的Versak 意思是月圆 也就是说在5月的 第一个月圆之日 就是慈悸节了 他要歌颂的是佛陀的 自信圆满 也希望倡导平等和光明 那么慈悸志工 参与慈悸赛节的活动 也是一种对佛陀的礼尽跟感恩 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2012年5月7号 由慈悸纽约分会执行长张继舵领队 慈悸首度参加联合国会赛节 庆祝佛弹纪念会 与各界代表交流 代表全球慈悸人来亲自参与 也主动的了解 我们慈悸人在全球 推动为佛教这方面的努力 1999年联合国第54届大会 决议将国立5月的满月日 定为国际慰赛节 此季是唯一受邀的NGO团体 全球佛教徒超过5亿人 其中又以亚洲国家较为新盛 所以联合国的慰赛节庆祝活动 每一年会轮流在不同的亚洲国家举行 慈悸也年年受邀参加 还会发表一些演说 来让大家了解慈悸在全球的 佛在人间的行动 那么同时这些作为 也获得了很多佛教界长老们的肯定 慈悸都是一定开始这么多年来 他们各方面的环保方面 就是很强调 而且它不是光是讲 还要去做 这一点是很重要 佛法的心圣需要更多人来广传 这个画面我们看到的是马来西亚 它虽然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 但是佛教的慰赛节在当地是国定假日 都会举办各种庆典 而慈悸志工则是年年都把 慰赛节的庆祝活动 跟佛誕节的玉佛结合在一起 我这样子来说 我真的认识 我真的认识 我认识 我太快和我们在一起 我尝识 我很轻松 我太帅了 我非常感到 我真的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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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代表我们要做人要感恩的心 好 讲得很有道理 而且在马来西亚魏赛节的活动 是非常多彩多姿的 在夜晚都会有花车游行 家家户户还会张灯结彩 那么在这个人潮聚集的时刻 慈祭人又做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趁着人多的时候 要宣导舒适 环保 省水省电 希望佛陀的慈悲也能护佑地球母亲 那我们就在想如何能够参加这个游行 同时会更有意义 那我们在就看到台湾这个马祖他们游行过后 然后我们的台湾的菩萨们就在后面 就打扫垃圾等等 那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 以环保的方式来参与这个游行 尽量不要去吃终身肉 潮湿终身肉也是好吗 归给终身害怕 终身也是生命吗 如果你说在会所里头的话 你一定要走进去才可以接触慈悸 那可是他在街头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过去都可以过来 分享这些讯息 好 那我们回到联合国的会场 魏赛节的活动是一个可以让世界 看见佛教的地方 所以慈悸志工也把握机会 在会场布置了一个玉佛台 洁白光明的宇宙大觉者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许多人都说他们透过慈悸所办的活动 了解了过往所不知道的佛教 慈悸人把佛教的人文带进去 同时展示佛教在这样的世界做了多少事 大家感觉到很特殊的一个佛教团体 很多人目光都是其中之际这样的展示 他们也听到了宇宙大觉者 这就是宇宙大觉者 那大觉者是为了这个地球 而出生在人间里 这样的理念让大家知道 所以佛陀在抚慰地球 期待在地球上的众生 人人能节目 人人能平安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只要能够慈悲利他 自度度人 就已经是在实践佛陀的精神了 那么魏塞节的纪念价值 当然不止在每年的这一天 而是在年岁分秒之间 这就是历史今天为您回顾 2012年此季参与了联合国的 魏塞节庆祝活动 接着我们要看您 带您看的是 无处不AI的时代 AI机器人也能在 护理师的工作上帮上大忙 入院要做一连串的评估 出院也有许多未教内容 护理人员必须一心多用 保护个案度来说 其实是有点不容易的 因为每个个案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要注意要照顾的一些护理方面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花莲原住民长辈的语言沟通也是常见的挑战 我们会跟他说一些注意事项 那我再跟你说 那你再帮我翻译可以吗 可是我也不太会讲他的格语言 可是爸爸马上会来 再去跟爸妈说 好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卫教完 花莲慈基医院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训练AI学习泰鲁格语 然后用一个虚拟主播卫教的方式 可以减少同人 他在因为结心病人或者是要卫教的过程当中被中断 因为要快速正确完整才不会有一些遗漏的问题 输入十万句泰鲁格语才能让AI学会新的语言 幕后工程是编撰泰鲁格语词典的吉洛牧师 其实他们很大的困扰就是语言 所以医生讲的话 护理人员讲的话 他们大概没有办法十分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记住 种种的问题 就是他们 就是身体 当然就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改善 这跟过去一定要特定的文字去录好 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可以及时生成的一个技术 建立好模组 多国语言切换 将越来越容易 AI渴望成为护理的好帮手 大爱新闻陶南军中江坡花莲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谕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祝福您平安 盛心 我们明天见 小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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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孙子